大家好,歡迎來到第二部份 今天講轉會,第一部份不好意思 原本想說多一點,誰知說域基朗這件事已經超級勞氣 好了,再講其他一些,盡快 包括講兩宗容易先講 第一宗就是世錦,史摩寧 剛剛第一節也提及過 萬聯從來沒有想過怎樣賣走球員 或者怎樣給球員一條路 離開萬聯之後怎樣發展 世錦這件事又是離譜的 其實已經是羅馬去年 自己一張去踢得相當不錯 理論上,今年成人之美 撿回多少就好了 但是現在最新消息 在Sports Illustrated看到的資訊就是 又來又不走 世錦可能走不了 為什麼呢? 當然,之前也跟大家報道過 羅馬最多是出1,800 我們堅持要2,000 即是歐羅的英磅 對不起,2,000的歐羅才肯賣 世錦過去 又是差一百幾十萬 接著現在別人找到後備替補 好像根據Ferbizio Romano說 他們正在討論一個叫做 Miraj Kambula的中堅球員 應該是年輕人 現在正在討論 又是愛借一年之後 之後就買斷 這次羅馬聖目 就討論了 愛借之後有一個買斷的條款 可能因為世錦這件事出現了 說真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世錦又不能走 就固定了 你想他怎樣呢? 對嗎? 蘇斯拉查又不會用他的 他又不能走 原本真的偷雞不到蝉渣米 明明都撿回1,000多個 現在 一毛錢也拿不到 就是為了百多萬磅 你說是不是低能的? 我真的不會說 我們那個轉會團隊 在想什麼 在任何角度去看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 我真的覺得 除了用低能量的字 我不懂得形容 好 第二件事就是 Tiago 艾堅達娜 嚴格來說 就不完全關我們事 就是 拜仁布尼克的高層 UNIHONNERS 就說 其實他們很想和Tiago續約 還要開出一張 四年的合約 算是不錯的 說真的 但是Tiago說 不續約 因為他覺得 他想去英招踢 或者覺得 有球會要去賣 包括利物浦和萬聯 UNIHONNERS 拜仁的高層投訴 他說 不是啊 你搞到Tiago不肯和我們續約 但是無論萬聯好 或者利物浦好 其實都沒有和我們聊過 沒有給我們一個offer 你們不要玩 行不行 搞到我們又做不到藥 但是呢 你們又不是真的認真的 老實 這些伎倆 你拜仁用得少嗎 是吧 不過說真的 其實你不是普通萬聯 是不是真的認真 去買艾堅達娜 我又覺得是有個問號 因為對於萬聯來說 艾堅達娜是好球員 但是問題就是說 究竟是不是我們所需要呢 又不是很需要 正如我剛才那一節所說 喂 其實 如果我們真的買一些 我們不是完全很需要 但是有一個 bonus 或者幫助到 但是不是很需要的球員 其實真的很好談 不過這件事 就比較難搞 因為呢 根據我看到另一個消息 就說 我們和艾堅達 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人工方面 我又同意 這件事 如果因為艾堅達娜 就算那個轉匯費那裡 好像是3000歐羅 就算轉匯費那裡 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也好 如果薪酬那裡 對於我們的薪酬架 又是有個影響的話 我也覺得 既然是這樣就不要搞那麼多 因為 艾堅達娜來到 我當然歡迎 但是不是那麼需要 他這一類型的球員 其實也未必的 反而呢 老實說 利物浦真的需要多些 但問題是 肯定不會花3000萬歐羅 這樣 所以這件事 都是乘數的機會 相當之低的 OK 那當然 這個轉匯費 怎麼可能不講新組呢 老實說 我要告訴大家 新組來的機會 現在呢 我覺得 兩成都多 即沒有兩成 少過兩成 我認真地在這裡 和大家說 為什麼呢 很多媒體都說 哇 麥加亞也是這樣 班奴也是這樣 林美 萬聯終於 肯出那個價錢 又買它回來 另外 多蒙特 也是經常性 都是玩這些 拖到最尾 結果 譬如 丹比利 結果都是一個高價 賣去巴塞 好了 今次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 真的很小 除了多蒙特的高層 不停在這裡 說 其實我們覺得 今年 新組在多蒙特 我們很開心 很歡迎 剛剛 Fabian Death 不是 Fabian Death 說了 什麼 Luther 糟了 我忘了他 突然忘了他 那個名字 總之多蒙特的領隊 他就已經又再說一次了 我們很想新組在這裏 我覺得都已經沒有什麼變 因為有一天有謎報料給我聽 其實這個已經是 當蒙特的高層 都是這樣說的 最搞笑的是 昨天 我故意說 新組有點厭 所以昨天有這個消息 我都沒有說 新組沒有操練 昨天就踢得角杯 之前那天就沒有操練 會不會有機會呢 當然結果就是 結果就是 新組又踢得角杯 而且他入了一球球 Bellingham 也入了一球球 即是貝林涵 結果就是 大家看看這畫面的右下角 第一 新組就說 很開心 為多蒙特踢100場球 出了一個Post 接著 多蒙特也出了一個Post 第一次有兩位英格蘭球員 同時為多蒙特上席 也入了球 OK 老實 我都說過這段傳會 最重要的是 究竟新組有多想來曼聯 看他的樣子 你看見他做的事 他也是 覺得 離曼聯也不錯 因為這樣的心態 肯定就不是 我決心要離曼聯 總之 儘管我們看到的思訊 全部都是 我覺得是這個方向 所以 當然那些媒體 更加 繼續找東西炒作 這個我也明白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說 新組這個轉會槍來曼聯的機會 我覺得是少過兩成 少過兩成 OK 好了 也要說一點 好了 我們說真的 大家都覺得 右邊進攻真的不行 對不對 同不同意 但是新組如果 只有兩成機會來 即是不來機會多 究竟有什麼替補 老實 我們右邊進攻球員 現在就是有 嘉年活特 另外 我說了三叉擊 都是一些 真是幾年青 的球員 包括 馬仔 福仔 Daniel James 全部都很年輕 我自己覺得 一個球會裏 真的 找到一個 無論是前 或者是後 雖然 未必經常踢 但可以壓到場的球員 很重要 當然 我們現在這一刻 有恩哈路 但是恩哈路 我想始終 都說得多久 亦都未必經常做到 再加上你看他的樣子 蘇斯亞柴好像不太信任他 可能始終是級數的問題 我不知道 但是他找他回來 這個也很難理解 但是不要理他 現在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有差不多經驗 或者年紀 但是又有可能去拿到 當然第一個 就是 加利夫巴爾 加利夫巴爾 黃華就放在這裏 不明要他 我們都曾經說 有沒有可能 老實 你說 完全去找他 來簽長約 當然沒有可能 沒有人會贊成 我相信 但是 如果是借他回來 其實他跟黃華 都只有兩年合約 你不就跟他簽一張 租約 租一年也好 租兩年也好 就租回來 不用給轉位費 給些少的出場費 即是 還有 還有 現在傳聞 黃華都好像 真的願意付出一部分 人工 即是我們 那60萬磅 我們不用全 可能給一半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這個 我覺得真的有得想 即是 人工那方面 如果是 不破壞到我們的 薪酬架構 其實真的有得想 為什麼 因為有朋友 馬上說 大佬 我們剛剛先放走了 山齊士 不要做山齊士第二 老實說 如果你問我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不同 為什麼 山齊士 是在 阿仙奴 其實他真的很喜歡 阿仙奴這個球會 你看到 就算他臨走 他也有落力 踢在阿仙奴 但問題是 因為種種其他原因 山齊士 發揮不到 加利夫巴爾 跟黃馬的關係 也是很混亂 他跟斯丹 根本上 不知為什麼 是這麼不妥 亦都是黃馬的球會 對於他來說 有很多 他跟球會 本身的關係 山齊士 跟阿仙奴的關係 都是OK的 到最後就差一點 但是 加利夫巴爾 從來跟黃馬的關係 都很奇怪 還有 加利夫巴爾 始終 他有個 記錄 就是 你 偶爾找他出來 踢一場 他能夠給你 例如早幾年 早一兩年的歐聯賽事 他真的能做到 但是 你不要要求他 長長踢 始終 山齊士 我想 我們當時 叫他從 阿仙奴過來 給了這麼高的 薪金 我們希望他成為 我們的主力 對不對 加利夫巴爾 如果假設真的 是利曼聯 我絕對不覺得他 是我們的主力 但是 在一些適當的賽事 就要 譬如上年的四強 歐霸賽事 我們搞他 老鼠拉雞 拉來拉去 都搞不定了 而 加利夫巴爾 我想他的級數 始終對於蘇斯 一齊來說 他是要信任他的 他不能不信任他 這些情況之下 加利夫巴爾就可以幫到我們 即是說 他不停保持狀態 不停保持狀態 他不停保持狀態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但是 反而就是在一些重要的比賽中 他在後備入體的身份 去幫我們做到一些 我們的前線球員 惡於經驗也好 惡於任何原因也好 做不到的事情 再加上 會有受傷等等 其實他都可以出來做替補 即是說 加利夫巴爾 和利山齊士 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 不要想他是做主力 他是做一個 Squad player 我覺得加利夫巴爾 已經習慣了 我覺得他不會介意 因為他的皇馬也是這樣 如果這麼幸運 如果他來了曼聯之後 他紅心萬象 也在操練的時候 表現到他真是很有料到 那就讓他打多些政選 沒有損失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錢方面 不要破壞我們的薪酬架 以及不是一個長遠的合約 如果他會回來試試 我絕對覺得可以一試 最後一個就是 比利石 摩尼奴年代 已經想買他 這位球員也是很過癮的 如果作為一個短期內 我真的覺得 為何不找他回來 為何呢 他無論在國家隊 或者在國際米蘭 或是之前借了巴塞隆 Sorry 巴尼沒利克 他真的有料到 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和加利夫巴爾 有一個共同點 他又去大賽球員 他比賽就來不了 但現在的情況就是 他的所屬球會 國米又不要他 巴尼借租了一年 又說不要他 其實他也站在那裡 因為看他的樣子 他真的挺不適合 干地去用 干地今年肯定是國際米蘭領隊 所以他在國際米蘭踢的機會也是沒有 在拜登就已經跟他降了歪八殺藥 現在他基本上是沒有事做的 也是無聊的 說真的又是那句 便宜的租他回來 我們把國際米蘭招了那麼多好東西給國際米蘭 幫他承回見也好 又是那句 不要打算讓他做主力 做一個關鍵球員 後備入體的球員 我覺得他真是很有料到 這位球員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 Morning龍那時候這麼想簽他 那麼想簽他當然我們也簽不到 但結果現在搞到沒有人要 很奇怪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消息 又漏了 因為我暫時得到的資訊 國米又不要他 拜登又跟他拜拜了 其實他現在沒有球打的 為什麼這個球員 當然這個球員有一個 唯一的壞處就是他踢 他踢右邊就不是他最強的位置 他最強的位置 只是踢左邊 但問題無論加利福巴爾也好 或者佩利什也好 其實我們前線 就是真的缺乏了一個 質素上是壓到蘇斯特查 你明白我說什麼 欣赫路的級數就是壓不到蘇斯特查 所以蘇斯特查也是不敢出去 的一個替補球員 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當然大家都會有很多意見 我相信 所以我預計這條片和之前那條片 都會有很多朋友留言 我亦都期待大家留言 看看大家 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OK 這節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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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